如果你有顏色上 它是不是原本從綠色變到橘色 中間有沒有漸變的過程 除了說外型的改變大小改變之外 是不是顏色也會進來 顏色會進來 那你像這個呢 你要做這一種的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方式 我們來試看看 你先從比較簡單的 你從這個心狀的 這邊 好你先建一個 好然後 然後我就複製一個囉 好我複製完到這邊 一樣跟我們剛剛一樣 你可以先調整一下 把顏色填上去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囉 好來你試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這樣漸變之後 你是不是做不出 沒有辦法去預測說 它到底要怎麼樣 要增加幾個 所以如果你要 讓它有很多個 或者你有指定的 那我們可以到這邊 物件漸變裡面 有沒有叫漸變選項 好漸變選項 我們看一下 預設是用這個 平滑的顏色 所以它會怎麼樣 直接就慢慢變過去了 那如果你要直接指定什麼 我要產生幾個 就由這裡來決定 由這邊來決定 比如說我只要產生五個 你可以先預示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照你的意思走了 它就不會說一定 喔 產生兩個或者一個 你要多少個 那當然 相對的你產生越多 它就會疊在一起 就會疊在一起 那麼 如果你要用直接指定距離的也可以 比如說我希望 我希望50像素一個 有沒有 那它就一直做到距離結束為止 至於幾個 你當然你也可以自己算一下 好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是 跟間距有關的對不對 跟間距有關的 那這裡有一個是什麼 方向的 方向的 你看預設的話是不是都是 這樣子就是 但是 我先把那個路徑套進去 好 同時選到路徑 對 漸變完先選到路徑 好 兩個同時選起來了 然後到這邊 是叫做取代旋轉 好 剛開始看你會覺得 取代旋轉怪怪的 那其實你 像我剛剛一樣 你把這個打開你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原本 漸變完之後產生一條直線的路徑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把這一條取代掉 把它取代掉 把它取代掉 所以到物件裡面的漸變 取代旋轉 它就會改用這一條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 漸變選項 我先把它做少一點 五個 好 那你可以發現它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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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是不是都是正的這樣擺 對不對 你如果改用這個方向 你會發現不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永遠會怎麼樣 跟你的這個變成一個直角 跟路徑變成一個 永遠跟它保持這樣子 有發現嗎 你看這個星星到這邊的時候 路徑是這樣 它有沒有這樣保持 跟它同一個角度 所以你轉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換成這個地方 唉了解喔 跟我們騎摩托車一樣啊 你會這樣嘛 轉換的時候會玩下去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追過去 它就不會是一個形狀 一直是面對跟你 一直同一個形狀這樣面對 OK嗎 來畫面還給你 你有發現 這個有沒有填色 這個沒有填色 都是線 你有發現了齁 線 那我先把它釋放一下 我點到它 我先把它釋放一下 你看一下 有沒有就三條而已 可是只有線 因為它有沒有封閉起來 沒有 可是 即使是這樣 還是可以做漸變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 你來試看看喔 因為它就三個顏色 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還原之後 它就從這個顏色 變到這裡再變下來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會看到 外面有一些海報啦 或是那個 有些書上 那個什麼 那個雜誌上 有些會有類似像這樣 人家創作它就喜歡用線條去做變化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剛認會了之後 你現在來看看這個 這樣會不會做 就是 欸 繞一圈 那當然不一定要圓啦 看你 這裡有一個齁 原始檔在這邊 有沒有 是這個 這個是完成的 這個是原始的 我們把它打開看一下 再只有一個 可是你可不可以複製出來 變兩個 然後再把它改變顏色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說我可能 我原本只有一個 那我第二個 我就改變不一樣的顏色 甜色還有大小 還有方向 然後套一個 這裡 形狀套的是這樣 這樣子 我把它 這個 來選起來 有看到嗎 有沒有 可是這裡有一個 我們大家還是講的 就是說 你有發現 它其實 到了袋子這邊 它是不是就消失掉了 本來其實應該這個 後面應該還看得到 但是這樣子 如果以立體角度來講的話 這樣就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 它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把它藏起來 把它藏起來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你先看看 你能不能讓它繞 繞一下 來 改顏色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這邊的話 我先一樣還是先 拷貝一個再貼上 好 大小你會調整 這沒有問題 方向你會調整 可是你可以發現說 當 你選到這個時候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顏色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如果你從外面來看 是不是看到它 都是用問號的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很多顏色 我沒有辦法指定一個顏色給你 好 那 所以如果你強迫在這邊改 那就變成 大家都同一個顏色 變成 你的品質就只有一個顏色 你看 比如說點到這個甜色 都兜兩下 我點到紅色 那它就直接變全部都是紅色 這樣 不是很奇怪嗎 欸 變成灰色的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要改不能這樣改 你要從這邊來改 因為它裡面 這個是這個 對不對 你要把它資料夾打開 對啊 你也可以用這個 直接選擇工具也可以 欸 只是說如果你要選得比較精準 你從這邊來 欸 我想要改那個什麼 這個 蜂蜜流出來的 我現在點到蜂蜜流出來 是不是這個 有沒有 這邊就被選起來 這裡的顏色就跑出來了 好 你點到這個 這個 就是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 熊 因為如果你可以直接點啊 其實你可以用直接選取工具直接點啊 這樣也可以啊 只是說你要知道的是 因為你用這個工具在選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選到整個物件 因為它是一個群組有沒有 這樣了解意思啊 所以你用直接選取工具 其實直接點就好了啊 改顏色是這樣改啊 因為你已經是變成一個群組了 這個這樣應該就OK啦 這樣改顏色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 那如果這個OK的之後 來 我把它這樣一做 好 方向我也稍微做調整 好的 這兩個我是把它變成漸變 好 同時選起來之後到漸變的製作 好 做了一個 那現在我要把路徑畫上去囉 OK 路徑不一定要封閉嘛 對不對 不一定要封閉 那我交換一下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好 OK 那現在就是這個路徑跟 剛剛的漸變同時選起來 來這裡 做一個取代旋轉 套上去了 至於你要幾個 你可以自己變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過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 如果我的路徑 我稍微把它拉出來一點 這樣子 這樣不是怪怪的嗎 而且這裡還會跑出來有沒有 那怎麼辦 我們在Photoshop是不是有學過 一個叫塗層遮射片 嘿 它也有類似的概念 可以把它遮住 好 可以把它遮住 那等一下 要麻煩各位 你來選的時候 選哪裡 你看喔 我們這個手 手把這裡 有沒有一個面 這樣 手提 手提帶 不是有一個面嗎 它的範圍是不是要在這個面裡面 這個 前面這個 所以我待會呢 要請你把這個 正面這個 把它複製一份出來 要用這一份呢 來當作折射片 所以我按住 還記得怎麼複製吧 按住 是不是直接丟到這裡來就好了 這樣就等於在原地複製嘛 好 那我畫面先還給你 在這邊 在這邊 我剛剛不是已經複製一個分 一份出來了嗎 那麼 它這個 叫複製片 要有一個原則 要複製人家的 要放在人家上面 我現在有沒有放在這個 罐子的上面 沒有喔 罐子是擺在上面對不對 所以 你待會呢 你把它拉拉拉拉 拉到哪裡 拉到這上面 就這個有沒有 你不要丟到劍片裡面喔 我就丟在它的上面 有沒有 沒有 疊到這個劍片上面了 好 那 這樣子之後 把這兩層同時選起來 這兩層 你從後面去看喔 看後面這個點 這個是不是兩個都同時選到 你不要只有點到這樣子喔 因為有的 你看喔 如果我點這樣 點它 再點它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沒有兩點 這樣 事實上是沒有選到的喔 好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點它 點它 好 這樣兩層選到了 你到物件裡面 欸 剪裁遮瑟片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剪裁遮瑟片 製作 它就會乖乖在裡面了 這樣OK的嗎 好 來畫面還給你囉 好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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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